各位同胞,这个星期,好几个客工宿舍爆发疫情,许多宿舍都出现病例。 为此,政府采取了全面的应对措施,尽全力防止病毒在宿舍进一步扩散,保护客工们的健康和安全。 昨天,部长们详细说明了我们所采取的措施,并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,专门处理客工宿舍的情况。 卫生部、人力部以及新加坡武装部队和内政团队等部门都参与这项特别工作。 目前,特别工作组已派人在所有的宿舍协调各方面的运作,并迅速应对客工的需求,照顾好他们。 请大家不要担心,我们正密切留意客工的生活情况,确保他们获得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照顾,同时也与他们的雇主合作,让他们能够继续拿到工资并把钱汇给家人。 他们离乡背井,到新加坡打拼,辛勤工作,只为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新加坡人能拥有优质的政府组屋,世界一流的机场和四通八达的地铁网络,他们有很大的功劳。 如果您是客工的家人,并正在观看视频,我想对您说,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儿子、父亲和丈夫对新加坡所做出的贡献。 因此,我们有责任照顾好他们,请您放心,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您的亲人,让他们健康地、安全地回到您的身边。 我代表全新加坡人民感谢所有的客工们,我们会继续为客工们加油打气。 除了客工宿舍的情形以外,病毒在社区传播的情况也令人关注。 有许多患者,同之前的感染群和病例都没有关联,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染病的,传播者又是谁。 也就是说,传播者还没有被隔离起来,很可能还在社区里,并无意间把病毒传给更多人。 这一个星期的新确诊病例,大多数大概是在阻断措施推行之前,就已经受到感染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收紧措施,彻底阻断病毒的传播。 只要大家减少和他人的接触,就等于减少感染到病毒,或者把病毒传开的风险。 这一来,过了一段时间,新增病例也就会随之减少。 好几个国家的情形都是这样,比如中国、韩国和新西兰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并取得成效,但这需要时间和人民的通力合作。 昨天,我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通电话,他告诉我,新西兰在上个月底宣布锁国,但他们是在锁国后的第十一天才看到新病例开始减少。 因此,我们必须有耐心,也要有决心。 更重要的是,我们需要全民非常认真的对待这期间的阻断措施。 留在家里,别再出去社交或与他人见面,也别和不住在同一个房子里的家人和朋友相聚。 你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和亲友保持联系,例如上网聊天,打电话,发电邮,也可以写信,但尽量不要和他们见面,有肢体的接触,因为病毒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的。 我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,请考虑后果,想一想,这么做会不会危害到其他人。 有些人告诉我,他们的年长父母是自己住的,但在日常生活上需要子女的一些帮助。 这些难处,我们可以理解。 相关法律有一些灵活性,能让我们稍微通融一下。 即便这样,除非有绝对的必要,请大家不要到亲戚家串门,就算他们是你最亲的家人。 例如,如果你需要父母帮你照顾孩子,请考虑让孩子赞助在爷爷奶奶家,就可避免天天去接送他们。 这么做,不仅是保护家中的老人,也是保护我们所有人的健康。 在此,我想特别对年长的新加坡人说几句话。 我和你们一样,年纪也大了,所以你们的处境,我感同身受。 当我们长时间闷在家里,难免会感到不安和烦躁。 我们会很想出去和朋友聊聊天,看看孙儿孙女。 也想恢复正常的生活,继续打太极,学唱歌,和好友在咖啡店聚一聚,谈天说地。 但请你一定要明白,我们请你别出门,是为了你的健康。 年长人士对病毒的抵抗力比较弱。 如果我们不幸染上冠病,死亡的几率会比年轻人高出许多。 而且,如果我们受到感染,还把病毒传给和我们一样年纪的朋友,或者是传染家人,那后果会不堪设想。 所以,我促请各位留在家,不要出门,好好利用这个机会,多和家中老少互动,享受天伦之乐。 也可以观看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。 现在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,我们也在面部上呈现一歌台,为大家提供娱乐。 假如你需要到外头购买食品或必需品,就请别人代劳。 如果你真的必须亲自出门,那就一定要戴上口罩,并同他人保持安全距离,也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,快出快回。 我知道这些措施给大家造成了很多不变。 我国的经济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 官兵是一个传染力超强的疾病,需要大家严格遵守防疫措施,才能彻底阻断传播。 只要有几个人违规,我们就会功亏一篑。 那大家在这期间所承受的不变,痛苦和牺牲,都会白费了。 所以,我们都希望尽快走出这段艰难的时期,而最好的办法,是大家恪守本分,负起社会责任。 莫乱跑,感染病毒不得了,留在家,国人都会赞你好。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,我国将面对严峻的考验。 在全民居家防疫的这段期间,我时不时会以这样的方式发表讲话, 让你清楚,政府会做些什么,为什么这么做,对你的生活,有什么影响,你又如何能尽力分离。 我国的疫情将会进一步恶化,然后才会好转。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,只要我们上下一心,同舟共济,就能一起看到雨后的晴天。 为了大家都能够早日迎接这美好的风景,请你一定要留在家。 感谢大家的全力配合。